把那个冒号以后的东西拿掉的话 那这个地方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比较简单呢 其实我在讲义里面有用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MIDO函数 那MIDO函数可能比较前面也有讲过 我们先用MIDO函数来试给各位看 第一个 Mission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 我要先做什么呢 因为我要把这个公式 再放到MID里面去做切割 所以我先把那个等号以后的公式先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那个等号以后的公式剪下来 插入一个MID函数 所以我们文字里面前面用过的 MID函数里面的话呢 我们用这一个MID函数 那可以做什么呢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那我要第几个字呢 第几个字你不可能说 我现在123456个字 那你不能直接输6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后面几栏 它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根据 入职时间上面那个栏位名称 的长度 所以可以用L1 前刮弧 去抓上面这个D1 后刮弧 所以它抓到是4 4个字 那等于是我要第6个字 因为冒号再加 冒号后面 所以记得加多少 加2 两个字 OK 那它就知道说 入职时间冒号2 二开始 那后面我要抓几个字呢 抓 你不可能说固定的长度 所以我刚刚提过啦 如果你之前我也想说 这很麻烦耶 还要算说总长度 再减掉它的L 就是上面那个 那变成公式很冒长 所以最后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直接输入99 为什么输入99呢 因为反正不管 后面的所有字我通通要了 那不见得一定是99啦 你999也可以啦 那只要你的数 那个数字 一定会大于后面的长度就可以 意思说 我后面的资料我全部都要了 然后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资料抓过来 但是记得就是说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 我们等一下会向右填满 我们刚刚D1的部分是抓 这个栏位名声 如果我向右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要变成E 变成F 变成G 所以基本上D1的D 蓝不能锁 但是我向下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指的是第一列 我不能向下 就变成第二列 因为第二列里面的资料的长度 不一定是四个字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概念我前面有讲过啦 请你把那个 E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把它锁起来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向右 再向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我要的结果呢 给全部做 做完了 OK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那个 MID函数 那顶多是配合LEN而已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先试做看看 试做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 REPRESS函数啦 不过REPRESS函数 有没有比较简单呢 其实我倒觉得好像两个 难度 差异性不大 只是说呢 如果比起来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呢 如果我用REPRESS函数的话 一样减下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改成REPRESS REPRESS这边 取代嘛 顾名思义 它会有四个问题会问你 所以相较于MID函数 这个好像应该稍微复杂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有四个引数 那这四个引数里面 其实也不难理解啦 第一个问题说 你原来的资料是什么 就把刚刚的贴上就可以了 STAR NUMBER STAR NUMBER意思是说 你要从第几个字帮你取代 入职时间冒号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从第一个字 你想说为什么第一个字 其实取代在这里的意思 应该叫删除 为什么呢 我从第一个字删到第几个字呢 删到那个LEN 它总长度 LEN 它上面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 四个字删掉 但是要再冒号也删掉 加1 也就入职时间冒号删掉 那所以特别是说 删掉在REPRESS函数 REPRESS里面 NEW TEST的关键来的 就是给它两个双引号 意思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从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 都帮我变成空字串 那意思 REPRESS在这边 主要意思就是删除 删除几个字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将来只要有遇到类似 开头有几个字要删掉的话 那你可以用REPRESS 其实或者是说结束要删掉几个字 也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两个函数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那哪一个简单呢 看起来好像MID函数好像稍微简单一点点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用那个MID跟REPRESS函数 先把那个